男子骑着电动平衡车行经士林文昌桥 疑似下坡又刚好经过桥面接缝处 重心不稳摔个四脚朝天 还好没被后车追撞 只是这类平衡车属于个人行动器具 只能在特定场所骑乘 开上一般道路使用 最高可处3600元发环 不过看似单纯的交通事故 其实还有钱赚 原来这名男子打算跟陌生人借机车 被拒绝后恼羞成怒 手持球棒开始砸车 损坏后照镜与仪表板 而他砸完机车 就骑着自己的平衡车逃逸 结果没多久就在文昌桥自摔 真可说是报应马上来 本辖文昌路有一名男子骑乘电动平衡车自该处 因一言不合就砸起普重机车 致后照镜及仪表板毁损 令辞球棒做事恐吓后离开现场 涉嫌恐吓及毁损机车等情势 男子被警方找到时 还一脸淡定吃着刚买来的糖葫芦 虽然坦诚有拿球棒恐吓与毁损的情形 但后续却不肯配合侦办 还怒标脏话 当场遭警方依妨害公务 毁损与恐吓等罪 逮捕送办 记者邮湘亭台北采访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